其實作為父母親 吳老師有小朋友 而且我們的小孩都比較大 他都有孫子 都有孫子 像我 我覺得像我來講 我兒子是住校 女兒是住家裡 兩個都讀大學 可是你常常會要求那個女兒 去做那個去做這個 為什麼 因為他住家 你後來女兒會有一種 心情是覺得 不公平 為什麼那個哥哥都不用做 哥哥哥就住校 這個心情我絕對可以理解 而且那個住校的回來之後 你還特別疼他 好菜給他吃 回來就煮一頓好吃 我媽媽你煮的好好吃 我怎麼好久沒有吃到這麼好吃 那叫遠傷盡臭 我跟你講為什麼我感同身受 因為我大我弟弟七歲 所以等於是我念小一的時候 我弟弟剛出生 小時候我大比較長 所以家裡什麼 去買個醬油 跑跑腿 幫爸爸買香菸 都是我 然後幫忙洗碗 拖個地板 都是我 那時候我心裡在想說 好 等我弟弟大了 到我像我這個年紀 總該輪到他了 然後 好不容易等到他七八歲 讀小學 還是我 我就心裡很不平衡 然後我就問我媽說 為什麼 從小到大都是我在做 我媽說 弟弟還小 你是哥哥 你就多做一點 你會怎樣 真的氣得 哥哥大也一樣 對啊 可是後來長大之後 你就去慢慢理解 其實那是爸爸媽媽的一種習慣 因為他叫你使喚習慣了 所以他就不會去叫另外一個 那是一種習慣的問題 想通這一點其實就好了 這真的會是這樣 這是人的弱點 就我為什麼一直問鄧醫師 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制衡 就是你英文那北部 都去找那個好樣的 對 英文北部都找那個什麼 那個比較玩意做的 對 英文北部都是什麼人 認真那樣的 都是找那個 所以他願意聽的 感覺那個就是比較孝順的 所以你有辦法 從那邊得到東西 要不然他願意去做 要不然他願意多付一點錢 要不然就是這個 願意幫兄弟姐妹 有時候想一想就是說 你怎麼那個都不回來那個 你不去跟他哭一下 可是其實張大哥你說的這個 那個是互相給的訊號 就像時常會相信一樣 這一個常常接受這種東西的人 一定是因為爸媽要求的時候 自己內心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就是一個是沒有辦法忍受不愉快 有的小孩是很受不了爸媽媽在背後氣他 他就沒辦法工作沒辦法做事 所以他一定要把這事情解決掉 就把你安撫掉 這就還是很像我剛剛講的 這是屬於不願意教小孩 小孩買糖果買玩具 你就通通買不要來煩我那種人 對方當然會覺得這是你交換的 他沒有覺得 其實這種爸媽不會覺得 這個小孩比較孝順 你們仔細想一下 不會喔 常常做那個還不會喔 不會 爸媽常常教的那個小孩 反而他怨言是最多的 爸媽對你這個小孩怨言最多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爸媽也會感覺到說 其實你是最不想承受我情緒 所以你寧可趕快 我要用做事情交換 所以他感覺到你的不耐煩 而且當我們扮演這一個 比較倒楣的小孩角色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我們在無意識的時候 常常會給負面的東西去報復 例如說你今天 他應該叫妹妹的 妹妹叫不來 他就叫了你做了一些事情對不對 其實下次大家在一起或幹什麼時候 你會講出含有敵意的話 其實是大家可能仔細去注意一下 真的好倒楣喔 又做了 又不好 對 所以我記得我以前 就常常勸 就是勸家庭裡面的這種角色 一句話 我說你一定要記得 你要做 就不要抱怨 你已經抱怨過了 那件事就不要再做了 不然你會很怨 你會更怨 因為你已經抱怨過 你已經做壞人 大家都覺得你是不甘怨 你最後用心軟去做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感恩你 大家只覺得說 你是一個已經抱怨過 你做這事情就是不甘願 然後人家接受你不甘願的事情 人家自尊心會受傷 所以對你不會感謝的是很好 台灣很多女兒就是這種角色的感覺 就是把你做 還給你嫌 不然我是要怎麼樣 然後其他的兒女回來就說 唉唷 人家比較厚 他都覺得我們媳婦怎麼好 然後講到自己就說 那不好 每次都也是這樣 就叫你來 所以我一個朋友的鄰居 他看的就是很感慨 他都是因為到第二學生大 糖尿病 看醫生 胰島素 都是第二學生 都哭第二學生在養他 每天就跟他兒子彎 就說你這樣不敢用得好 然後我告訴你 他剛好也是比較講話 沒有那麼漂亮的兒子 然後這個老先生就是 叔叔在那裡大小孩 他的大小孩從來沒有拿錢回來 都也一年看幾次回來看 每次回來 喔 這樣 就是有人兒子就是出一張嘴 都不用做事情 這個老先生就高興得要死 你知道嗎 好 不容易回來看爸爸 他爸爸也沒有拿錢 可是他說 爸 我為了你你知道嗎 我每次樂透都他簽 我一天簽到他前爸 我告訴你 看你要腮臉書 要打什麼 我很認真跟你簽樂透 爸爸開心 還吃這一套 竟然吃這一套 開心 旁邊鄰居又覺得說 那你穿老荒丁 那個兒子一定心裡更不平衡 那兒子就真的覺得很不平衡 老人怎麼那麼好騙呢 可是其實我覺得美人姐 這是我們大家都要改變的觀念 我覺得對所有的人 我們都說孝順對不對 我如果有孝 那沒有順 嘴巴沒有講好聽的話 好像OK 其實我覺得是反 我覺得應該是順在前面 而且對所有人都一樣 都吃 你在辦公室裡面 坐得要死要活 可是因為你坐得要死要活 你看到老闆就很生氣 都是臭臉 像你在臭老闆 可是有的人每天都在修指甲 然後在打混 看到老闆就覺得說 這個老闆跟我吃穿修指甲 上班時間還在上臉書對不對 所以他就對老闆很甜 那我們就會升遷 其實我覺得順 其實口順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都覺得什麼 巧言令色 嫌疑人 我覺得你如果做不到 巧言令色的話 你根本就不是人 所以巧言令色嫌疑人 做不到巧言令色不是人 真的啊 你就是真的會搞到自己 覺得自己不像人 我覺得其實這個口頭上 那原則 我其實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 你一定不能讓自己做 超過自己底線的事 那樣你就會口出惡言 然後你保留一點餘欲 適度的拒絕的時候 你講出來的話都是甜的 因為你有那個餘欲啊 去釀那個蜜啊 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適度的表達你的立場 這是很重要 順也不能夠百依百順 對 因為你不可能沒有委屈這樣子 比如說我粗心輸 我媽就會跟我要輸 我說說五本 多了不要跟我要 五本我可以 那樣 好啦好啦 我不能 我不能 他要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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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學會做 爸爸媽媽的爸爸媽媽 剛剛鄧醫師在講說 我們要 能夠學會去教育我們的長輩 我們可以去關心他的馬賽 要去關心 要去了解 他如果在哭我們也要接受 因為他一定有訊息 他有重要訊息 但是他不會表達 對 我們上面這些人的人 他們不會去表達自己的感受 我們是比較一樣 我們生氣 我們就敲桌桌 我生氣了 我很高興 我開心有沒有 但是我們大部長輩比較不一樣 他只能說 就沒辦法 也不知道怎麼 就要靠 就這樣 用這種方式 其實有耶 你知道嗎 這樣子長輩 長輩有時候會毀掉他自己的小孩 他不清楚 像以前我們有個朋友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 他每個媳婦他都看不順眼 然後他每個媳婦只要就是說 他一點不喜歡 他就哭 他兒子很孝順 可是 可是這個媽媽就毀了他兒子 他連續娶了兩個太太 都是因為他媽媽 然後就離婚 離婚 離婚 其實到後來就是股家傳了一個 很可憐 有一次我兒子 當那時候愛抽菸 我就想說 好 專家出面 哭給你看 你也用這一招 用這一招 我想用勸也不是 罵也不是 趕他出去也不是 反正我們做媽媽 不希望兒子抽菸 因為抽菸不好 怎麼說就不好 後來我想說 好啦 苦肉祭了 試試看 這不知道又抽了 媽媽覺得每次你抽 我都心裡很難過 他說你不要來這一套 沒有 一下就戳破 我說我那個眼淚突然 突然要怎麼 哭一半了 他說你別 後來最簡單的方法解決 他有女朋友 就是現在的太太 他女朋友一句話 比老媽的眼淚還有用 是哪一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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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愛我 你不要抽菸 就這樣 他就不抽菸 那你媳婦可能 比較有魅力 這句話 我不知道對多少個男人 講過每一個到現在 都是還在抽 不是 我跟妳說 我覺得這是 這是男人的問題 像我抽菸 我以前交過 交過的女朋友 他每次只要跟我講這句話 我就回他一句話說 是你陪我久 還是香菸陪我久 唉唷 我覺得我其實 他不是我兒子 其實我不喜歡女性 用愛情來要挾說你要戒菸 可能是我個性 我會說 你要我戒菸 你可以跟我好好講 我們可以討論可以溝通 可是 你愛我你就不要抽 你用要挾的 你說愛我你就不要抽菸 那好吧那就拜拜吧 我這個人就這樣 我覺得 你類威脅的感覺很不好 我通常會跟他講 不然你就進來一起抽 我覺得那女生 要有技巧一點 對不對 你可以用溝通的 你約他拒絕說 不好意思 不是你的人不好 對 你就這樣講人家就會自動 對不對 就有一點改變 可能會好一點 你那個靠嫁的 靠嫁的 靠嫁的啦 假的 他是假的